你知道吗 我竟然去参加了个比赛 拿了一等奖 一等奖就高兴成这样 一点掌精都没有 看在我赢得比赛的份是不给你起酒 送你的小礼物 一个礼物你就开心成这样 你退步了 我这是为了给某人面子 你应该多笑笑 其实还挺可爱的 老实交代吧 上次的比赛 你是不是暗箱操作了呀 这个味道也只有他才做得出 你笑就代表你默认了 你不说话就代表这个事情有问题 你朋友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比赛前还对我 不是 对我朋友爱搭不理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老在我面前瞎话 说吧 有什么新进展吗 没什么进展 没什么进展 你看你胸前这条领带 一看就不超过五百块钱 肯定是踏售的 不过看你的样子 应该不是特别顺的 你告诉你朋友 沉住气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了 这是三十六计访客为主 看样子 应该是猜透咱们的计划 趁早离开为好 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不简单 这么大个人了 还能把自己弄感冒 怎么这么烫 你赶快躺好 我给你冲一杯感冒药去 你怎么来了 听橙子说你生病了是吗 我来给你送点鸡汤 也好得快一点不是 那你进来吧 来 还是你靠谱 橙子那家伙都不知道来看我 好喝吗 这鸡汤怎么炖的 这么好喝 橙木是吧 这是我 时间不早了 下游该休息了 如果你想让他好得快一点 就先回去 恕不远送 你干嘛 我只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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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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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意装可怜的吧 我是真的可怜 你为什么要把钱给他 他就是个无底洞还不起的 不需要你还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的 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我有个毒鬼父亲 还是病中的母亲 名则言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过得无忧无虑 钱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难道不是我的钱就可以了 我只是不想欠别人什么 这是我的底线 所以你就去参加比赛 就可以没有底线 比赛是因为 我本来以为你不一样 现在发现你和那些人 也没什么区别 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做一样的事 好巧啊 每次在我身心的时候都可以出现 是啊 我很好 走带你去个地方 你刚才去哪儿了 林总 我现在就去给你准备晚餐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不该让你难过 我只是希望在我身边 你可以永远做自己 是 是 是 怎么 反悔了 昨晚你可不是这样的 我还是个病人 你想谋杀亲夫吗 你放心吧 你父亲的事情 已经交给秘书去处理 那比赛的事情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 这是 我妈让我给她为了儿媳妇的 下友 以后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我 会 我 是 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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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我 我 你 看不懂 这句话的意思是 今晚的月亮好美 你也是 今晚的月亮 你骗人 才不是月亮 比想象中的要聪明吧 那当然 这么骄傲的人 不知道我用这双眼睛 瘦了多少苦 我跟你们说 不愧是总裁夫人 人不敢包乡 谁说不是呢 他还莫领总的眼睛 要不要到临时公司 旗下的餐厅工作 不要 我不太适合吃软饭 不过 说到美食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 做些创意菜 你觉得怎么样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像你这么挑剔的人 可不多 那我还挺幸运的 有你这么个小麻烦鬼 小麻烦鬼还喜欢我 我眼瞎吗 你 喂 你说什么 你手怎么了 对不起 都怪我 冲目忘记关火了 没事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 发生什么事了 冲目 他又出国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回来 出国深造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吧 就不要难过了 别担心 有我 有我陪着你 你的手 你是怎么自己处理伤口的 我失礼 现在恢复了 大概百分之四十 真的吗 照这样下去 那岂不是快要痊愈了 如果你每天亲我一下的话 我会好得更快 我不准你想别人 以后你的心里 脑里 只能装我 怎么样 是不是心情舒服很多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你的眼睛能赶紧好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